医生医生有人晕倒了快来啊 大爷您好点没 谢谢李娅小姑娘 没事 那个医药费啊我都帮您交了 糟了爷爷我得先走了啊 我还有点事 林总我们接下来的合作对象就是好大大 心疼 嗯我知道了 不好意思啊我迟到了 哎呦这不是丽夏吗 佩佩 想当年你在学校处处压我一头 怎么现在混成这样子了 面试官您好 我叫丽夏是来应聘的 简历都不带你应的呢 人家屁呀 不过没关系 看在我们是老同学的份上 只要你把这杯咖啡吞销出去 我就应聘你 你 这杯茶我买了 大爷是您啊 你的简历挪我这吧 原来那您那了 没打算挪用它就算了 干嘛还要围乱它 你一个老头年纪这么大 都管什么行事 我也是来应聘的 不过我现在想想这个公司不来也罢 等等 你们都被录用了 这里面呢都是史强集团的产品资料 主管为了锻炼给了你一个S级的项目好好加油啊 嗯 主管这种S级项目怎么给那个新来的丽夏做呀 他要是成功了 那我们封头不就被抢光了吗 实习商是没有这项目的权利 做好了 我也可以坐下其成 做不好 他就是我的屁罪样 早上好呀 林爷爷 你在这做了一晚上的方案呢 这不是今天要和史强集团谈合作吗 我想再完善一下咱们的方案 结果没想到弄了一晚上 工作固然重要 但是健康才是奋斗的本钱 你看你头发都在抗议了 放心吧 林爷爷 我早就预料到这种情况 不错 这次要是和史强集团合作成功了 奖励你五万 谢谢董事长 这次的项目明明就是我做的 你一个刚来的实习生 谁会相信这S级的项目是你做的 你 那我说话有没有人信呢 你一个老头 不会真的以为换了一身西装 就可以装大了 怎么和林总说话的 林总可是林氏集团的总裁 就连这次S级的项目 也是和林总旗下的史强集团合作的 林总 您是林总 我对你们公司给的方案很满意 但是对你公司管理员工的方式很失望 林总您误会了 我们公司一直秉住 公开透明的态度 对待每一位员工 像那种以权谋私 公报私仇的员工 我们绝不鼓起 董事长 爷 被开除了 现在我任命你为新的主管 这次的项目将由你全权服务 不是 我说这周周什么个情况啊 电话也不接 消息也不回 他飘了吧 他是 会你还把王总这么大的单子都给他 好啦 他可能别客服吃饭 你真的走不掉吧 对了 王总那个事你千万别说漏嘴了 虽然王总有意想和我合作 但周周的公司你也清楚 拿不下这个单子啊 这个月都够强 你们看啊 我老婆又在家里给我煮周了 喊我早点回去休息 这女人嘛就得待在家里 这样我工作才顺心嘛 就是啊 这张总的份还真是嫌内住啊 是吧 小周 我听说你女朋友去搞什么创业 这天天抛头露面的 能过得了家里吗 是啊 你们家怎么办啊 行了 咱们快去休息吧 明天不是要去看车吗 那 我觉得还不错哎 还挺新的 满意吧 嗯 林冻冻 这谁的车 干什么啊 我问你这谁的车 我不是跟你说过 我想换个好点的代步车吗 这是朵朵陪我在瓜子二手车上约的试驾车 你想什么呢 那你一个女孩开这么好的车 谁看了不多行 你什么意思啊 哎 对不起对不起 宝贝 我的意思是这二手车好歹也算大件 在网上看的能靠谱 当然靠谱了 哎呀 这种话哪能信呢 哎 这款老张在公里边挂了个车 我让他留给你 不用了吧 我们设的挺好的呀 就是 哎呀 我跟老张的关系你也信不过吗 网上的这些东西虚头八脑的 哪有熟人靠谱 正好我给你讲讲这车哪容易出问题 你们女的哪有我们男的读车 对不对 哎哎哎哎 哎哎这个啦这个喇吧你摁一下 没问题啊 你再开一下雨霜 没问题啊 这个左右转亮灯 没问题啊 你看这个倒车影像倒一下看 没问题啊 反正肯定有点毛病 你再让我研究影 怎么说 哪有安宾 是啊 你想测动力高速都陪你走了一圈了 你说说有什么问题 哎呀 你们两个女孩子懂什么叫好车呀 等老张到了以后 哎 哎张哥来了 哎 车给你们开过来了 怎么着 是现金还是转账啊 啊不是 张哥你先让他们试驾一下 不是咱们这么多年兄弟你还信不过我 还是什么家啊呀 买车肯定要试驾啊 不然我怎么知道这车又没有问题啊 不是我说 哎呀算了东东 我跟老张七八年的兄弟了 他不可能把有问题的车卖给咱们 这样宝贝 你们先去玩吧 我跟张哥说说 麻烦兄弟给我这个小破车找个下家了啊 改天请你吃饭 嗨 都是好兄弟 你说这些 不是我说 你女朋友脾气也太重了 我听说她还在创业 她这天天往外跑 她要买车 你就不怕 要不然这样 我在你车上放一个定位器 她居然都能被你控制住 让她一切行动啊 都能在你的掌控之中了 哎你说的有点道理 她一个女的搞什么创业 我早就不放心她了 我干脆干脆什么 哎哎哎 东东你怎么来了 你个渣男 哎哎东东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果然还是比较喜欢能试错的买卖 不满意就退货 他那辆破车我不会要 你这个烂人 你给我滚 哎东东 哦对了 王总的单子我今天就去签 你等着倒闭 哎东东 你听我解释 他他他他怎么这样呢 东东 不要害怕去尝试 生活总是在试错中越来越好 杨子 你怎么在这儿 姐 亲爱的 你们 位置找好了 我们进去吧 嗯 老板 你们认识啊 等我走 我最要好的闺蜜 和我最讨厌的老板在一起 我不接受 这话能不能背着我说 那我也不接受你们俩在一起 要不要我给你看一下 他小时候光着屁股带到处乱跑的视频 姐 那都是我一岁时候的事啊 吃你的菜 插什么嘴 我把你当闺蜜 你却想当我弟妹 那个废片给我 让你还想当我老板娘呢 都是男女 他他恋爱怎么了 你图他什么呀 图他抠门 图他冷漠 图他不洗澡 喂 刚使得早 我们家续飞啊 他起码有钱有盈啊 我弟他有什么呀 他连送你的东西 可是从我那儿顺的 有心哎 我要了 你旁边那位 在我们公司押迫员工 天天加班 我真的要干不动了 这个杨你要不要 我要 你整天不上班干嘛呀 跟着他全世界道出乱跑吗 大晚上不准喝气窗 我乱跑 我这是给你准备七夕礼物 不用他别毛肚 我也给你买七夕些礼物了 能 下次有男朋友 不准再瞒着我 好啊 你也是 辛苦你了 太不容易了 走了 不能让他们在一起 等下办法破坏他们 这次可是顶级优质了 你必须给我去 知道了 我不是叫的平春呀 挖挖挖挖挖 算了 师傅 开车 你信我吗 我猜就是一个秃头发腹 还成天扣鼻使的中年大叔 你别认错了啊 这个人怎么这么眼熟啊 不是吧 我跟他说了什么 好巧啊 行行行行 顶级优质男孩平成 我妈果然不可 对不起对不起你的衣服 没事没事 你去忙忙 没想到人还挺细心温柔的 看看你想喝点什么 什么 一杯咖啡九十八 他连男性的心都要平成 我怎么忍心 我不爱喝咖啡 走 带你去烤地吧 真的好好吃 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 喝腾炎这么苦的吗 一边摊都能吃过 好可燃啊 那你多吃点 这等我请客 这 这有什么 老板不好了 呃 那行 下次一定我请啊 好 您老总部老总要来细长 所有人必须提醒一个小时到公司 否则互负负负负 不是吧 我叫那么远 明天又得着急赶地铁 没关系啊 明天我开车来接你 他有车 应该是小电瓶吧 拒绝的话会不会打击到他 好啊 谢谢你 没事 夏夏 上车 你怎么抱这个头盔啊 我走得急乱拿的 那我们出发了哟 嗯 C6 我要去公司 你这车还挺智能的 那当然 这款车IO上C6燃油板 可以人脸识别解锁 零摆加速可以达到7F几 还配备了智能驾驶模式 适应各种驾驶工况 变速也快 开起来又快又稳 你可以安心休息一下 这辆车可是我特地挑选的 天啊 这车是租的 今周 其实我们没车也不丢人 你看我 每天挤地铁 但是我还是挺开心的呀 哎 没事 我不会儿叫 你到了叫我啊 哦 Z6 打开一键休息模式 我听说我们新来的老板 家里几代都是做生意的 特别有钱 就是 我还听说小时候她奶奶怕她出去玩不安全 专门在家里给她修了那么大的游乐场 果然 人和人之间是有差距的 叫做 姐姐 你好啊 又见面了 好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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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我们还在一起吧 这两件事不成图吧 而且我把她照顾的 好了 先试岗吧 好 快来跟我一起玩 这是我放暑假的侄女 我工作忙 没时间督促她的功课 你的任务就是督促她的功课 这就是我要做的事 十五分 不是我这全选C也不值这么点啊 你要是做不到 我可以立马让她做人 不就是辅导功课吗 我最会对付这样的小孩了 行 那她就交给你了 我去上班了 不管孩子学习 自己在一旁玩手机 这都要小生出来 还让她玩平板 这样怎么能考上 小杜小杜 我在 我没玩 你在自由时间做什么 欢迎你 不然重庆 那就是什么主题我还不给你 给你了 给你了 有些人啊 还是那么爱说大话 他的名字是 你还是像以前一样 自大 他真的有进步 这混世小魔王 在你手里这么怪了 对付这样的小孩子 是不能用常规方法的 一下底界 我已经学了二十多分钟了 可不可以让我出去玩会呀 你这才学十五分钟呢 必须要学奏二十五分钟 才能玩一会儿哦 哼 我就要玩 我就要玩 死不下腹之后 叫不然 食之洞 你食之洞 等一下姐姐 你快起来 我不起来 你今天要是不学那二十五分钟 我就不起来 谢谢姐姐 你别念了 我现在就不学 这才是乖孩子呢 去吧 你转正了 你转正了 我跟你说个事 但是你得先答应我 不生气啊 你说 我不生气 其实 咖啡厅那一次 我是去面试受医的 所以你当时说的 带了好几年的 是猫啊 我还以为 以为什么 以为我有孩子 你吃醋了 难怪你那么激动 难怪你那么激动 你吃醋了 我哪有